临近年底,不少行业虽然都进入了清场结算阶段 但对于科技领域的大厂而言 新的技术和产品可谓是接踵而至 而其中就不乏包括NVIDIA的40系显卡 以及AMD的7000系显卡 但根据最近的消息显示 它们的性能和功耗都以往获得翻倍的提升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在今年早些时候 关于AVIDIA的RTX40系显卡就得到了初步纰漏 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的规格和不少细节便得到了正式确认 具体来看RTX40系显卡的代号价格为AIDA LOVELYS 将会采用台阶段5nm制程工艺代工 而其中的旗舰款RTX4090将会基于AD102核心打造 拥有12个GPC图像处理器机群 72个TPC纹理处理单元 以及144个SM流处理器单元 但比较恐怖的是 其将配备多达18432个Coda核心 这直接比安培价格的旗舰级GA102核心多了75% 同时也几乎是目前RTX3090加RTX3080核心的总数之合 除此之外 RTX4090仍然会配备位宽为384bit的24GB GDDR6X显存 但核心频率将来到2.3GHz到2.5GHz 这也就意味着其的性能将会有大幅提升 但这对于隔壁的AMD而言 性能提升当然也有我的一份 具体AMD的下一代显卡RX7000系列将会基于RDNA3架构打造 仍会采用台阶电5nm制程工艺代工 但会放弃此前的CU设计 转而采用MCM双芯片封装 也就是与目前AMD的计算卡Instinct MRI200系列类似 而其中的旗舰款RX7900XT将为基于Navi31核心打造 拥有6个着色气引擎 60个WGP单元以及240个计算单元 但同样离谱的是 其将会配备多达15360个流处理器 这直接是RX6900XT流处理器的三倍之多 除此之外RX7900XT还将会支持512兆的Infinity KH技术 并配备为换为256bit的32GB超大GDDR6显存 核心频率来到了2.4GHz到2.5GHz 而从以上的参数中不难看出 NVIDIA和AMD的下一代显卡之战可谓是一触即发 至于在性能方面 根据WCCFTAG的消息指出 NVIDIA的RTX4090 其的FP32计算性能高达85-92T浮点 相比目前的RTX3090 直接是获得了220%的翻倍提升 RAMD的RX7900XT 其的FP32计算性能也将高达75T浮点 相比RX6900XT提升幅度甚至来到了250% 当然有了这么大的性能提升 功耗自然也会增加 据其RTX4090的TDP功耗约为450W 但最高功耗将达到550W到650W 而RX7900XT的TDP功耗约为400W 但最高功耗将达到500W以上 作为对比目前RTX3090的TDP功耗约为350W RX6900XT的TDP功耗约为300W 但这也意味着两张显卡的官方推荐的影员将会是1000W起步 这还用人说什么吗 肯定是电源厂商狂喜啊 由于此同时 从此前Ago Slab所预告的PCI5.0外接供电来看 12P的单接口设计 必定是为了NVIDIA和AMD的下一代显卡而做好的准备 这样一来以功耗为代价换来的性能提升应该是失锤了 最后则是价格方面 根据推推用户表示 由于芯片代工的成本上涨 所以NVIDIA和AMD将会提高下一代显卡的基础售价 其中RTX4090预计2999美元起 约合NB19493元 22RX7900XT目前则没有太多消息 但大家可以把你用为的价格打在评论区或单位上 然而除了旗舰型号外 NVIDIA还有RTX4080 RTX4070和RTX4060等三款产品 而AMD也有RX7800XT RX7700XT和RX7600XT等三款产品 但它们都将会等到2022年的Q4季度才会正式推出 也就是距离现在大概有11个月 但届时能不能买到会不会溢价 这才是玩家们最关心的 所以就请保持耐心并继续期待吧 好了以上就是关于VDIA和AMD下一代显卡的全部消息汇总了 不知道各位看完后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上留言哦 而你的意见三连也将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年前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月强 我们下期 再见